此话也瞬间让外面的人紧张起来 要是方星空还选择继续前进 那岂不是 正常人那绝对不会这般选择 可方星空和方臣连授口都赶入 他们选择继续前进不足为奇 当然 二人还是有自知之明 直接选择到 否 这一句话 也让众人都松了口气 贾老对此也并不意外 既然如此 那就赠送属于你们的机缘 当然 机缘有强有弱 按照你们的表现决定 而此次表现 发现破磁场之法 乃是方臣 他为第一 你为第二 方星空听到自己第二顿时不满 凭什么 无敌妖兽体内 可是我一路杀出来的 他只是指路罢了 是啊 那方臣何得何能 能够得第一 我们也不服 外界众人也是纷纷叫嚷 觉得这第一 就该给方星空 哪怕是方臣发现的 要不是方星空进去 他必定死在里面 贾老本不愿多解释 一老冷笑道 若非他的指路 你真以为能够找到正确的方向不成 但凡你走错一路 那就会成为天位身上的一份子 此话一出 方星空也瞬间哑火 想想确实如此 这一路都是方臣指引 他本以为这没有什么 现在看来 若非对方 他真有可能会死在里面 想到这 他望着一脸平静的方臣 贾老冷冷道 好了 到此为止 我给奖励 可不需要通过你们的决定 只是通告罢了 他这话 不仅是说给方星空听 也是说给外面的人 听 外面能够看到里面 他也能够看到外面 随即贾老也不废话 两道光芒从天而降 将方臣和方星空传送离开 不仅是他们 活小而乃至选择放弃的天骄 也皆是如此 当然 他们没有机缘 等到方臣和方星空 获得自己的机缘之后 会被一起传送离开 二十三欲众人面面相 这就完了 他们没想到 居然就这一般结束寻心动天之行 那些灵海静大能 却是陷入沉思当中 清城 还是那酒楼包间 还是那六位灵海静大能 之前开口的男子说道 各位 想必大家 也都听到了刚刚的话吧 看来 通过磁场区域的 确实是需要依靠无敌妖兽 而并非方臣弄巧成拙 众人又岂会不明白 如果他们都学方臣的话 便可通过磁场继续向前 方星空 方臣不敢继续向前 作为灵海静的他们 可不畏惧 一中年妇女道 哼哼 舍卡 方星空能从里面出来 全靠方臣指路 说明妖兽附中也惊险万分 想要从里面活着出来 可不容易 除非 而他口中的鱼卡 自然就是刚刚开口的青年男子 除非从方臣口中得到消息 想必各位也都有这般打算 老者神色坚定地说道 此话一出 众人皆是沉默不语 因为老者的话 确实是他们心中的打算 甚至不仅是他们 想要夺得成神传承的灵海静 大能皆是这个想法 特别是那些寿元 仅剩三四百年者 更是急迫需要成就物神 否则寿元将至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只是怎么能让方臣 乖乖交出情报 方臣可是天交阁的妖念 想要得到情报 可没有那般容易吧 用墙 这是众人的第一想法 也是最好的办法 抓住后 直接使用搜魂 便可得到自己想要的 可是以方臣展现出来的实力 绝对是天交阁重点保护对象 天交阁那就是人黄殿 他们纵然是灵海静大能 但面对物神镜都不知几尊的人黄殿又岂敢胡来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时 影像外却是骚动连连 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各位 只见万以迅站至高位 举起右手 神色愤慨 对于方臣死而复生 他有些慌乱 因为这彻底地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但如今计划必须继续进行 既然方臣还活着 那就必须让他继续臭名昭著 他声音灌入灵力 自然是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方臣区区下域低剑修士 何德何能和方星空天交 抢夺第一 那寻心动天的灵眼下 我们可不能眼下 第一级元给那低剑的杂种 简直就是大大的浪费 在这里的圣人教 可不仅他一人 下方隐藏在人群当中的圣人教徒 立刻喊了起来 没错 方臣和方星空 差距有多大 不言而喻 他夺第一我不服 我也不服 区区下域土著 也配着第一级元 那些本就歧视方臣者 听到这话 也是连连点头 跟着一齐喊了起来 没错 方臣何德何能 他不配 是他抢了属于方星空天交的机缘 臭标脸 他们纷纷喊道 见此一幕 万以迅也很是满意 这正是他要的效果 不仅是倾城 其他七大城 以及主要狱中的主要城池 皆有圣人教徒在引导他人 想要让方臣名声彻底扫地 而方臣在天南狱 没有任何的靠山 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人帮助的 但这一次 却是有所不同 万以迅正想要继续叫嚣 猛然一声冷哼响起 哼 平你也配在这里 质疑一味顶尖天交 那处酒楼 那处六人包间 老者从顿出 林海静六重威压 猛然爆发而出 笼罩全场 当然 他特意针对的是万以迅 而万以迅区区区 问道境三重修为 又岂能够抵挡住林海静之威 瞬间被压在地上 动弹不得 此刻他满脸 惊恐地盯着老者 用尽全力才能勉强开口 前辈 不知晚辈做了什么 居然引起您的愤怒 做了什么 老者冷哼一声 两眼一瞪 彭的一声 万以的手 从那外猛然炸脸 血肉四处乱飞 他惨叫一声 惨叫不断 老者这才缓缓开口 公然污蔑天交阁的天交 你说因为什么 方辰从九州上来的 又如何 只要他是人族 那就是我们人族的骄傲 而你却是在这里 一而再再而三地 羞辱一位天交 该杀 说完 他又是一眼瞪去 砰砰砰 三声联响 万以训剩下三只 尽数废去 流血不断 好在他有点修为 否则早就流血而亡 老者踏空而来 缓缓说道 老夫名为姜古 以法御太阿城修士 今日 我就为方辰添交证明 若是谁 还敢对他进行污蔑羞辱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他的自曝姓名 也让全场寂静下来 是姜古 他居然也来了 这可是以法御的顶尖强者 他居然为了方辰 站了出来 我的天 这方辰何德何能 居然能让这般强者出面 他们既是震惊 但更多的则是疑惑 九楼包间 剩余五位后知后觉的出来 见此一幕 皆是暗骂老者 老奸俱华 很明显 对方要借此机会 与方辰结个善缘 这也是他们刚刚想到的 于卡率先出手 我于卡同样为方辰证明 任何对其羞辱 都不会放过 还有我明月连 我何之亨也是 六人皆是领海近大能 也是远近文明的强者 他们的出现 并站在方辰这边 让全场众人惊呼连连 而他们也并不仅仅只是站出来 向人群中的圣人教徒出手 这些人能够欺瞒他人 却是欺瞒不了他们 而那些圣人教徒 当感受这些大能的目光时 眼中满是惊恐 有者无法承受住这般目光 直接掉头就跑 也有人喊道 你们居然敢在城内动手伤人 是不把城内规矩当回事吗 明月连冷笑 规则 那也得看看对付的是谁 你们公然栽赃羞辱方天娇 污蔑也是罪 抓你们可不犯法 他们的打算其实很简单 那便是用这些人的人头 来换取方辰的情报 就算这些人的人头不配 也能够和方辰攀上一定交情 而不仅仅是清城的他们这般想 其他城的也是这般打算 唐城 大胆 公然羞辱当代天娇 你好大的胆子 一味壮汉撕裂空间 伸手向着不断羞辱方辰的家伙抓去 手在半空疯狂变大 直接将那人死死压下 那人面露惊慌 喊道 前辈 那只是从下狱上来的贱人 他又起配地让您出手 哼 羞辱我族天娇 我就必须出手 不能让这样的天娇 毁在你们这种人的身上 拿命来吧 他怒吼一声 一掌狠狠压下 不 那人绝望地吼叫着 最终咔嚓一声 只剩下头颅保留完整 其他皆化为虚无 而此刻 也终于是有人 认出了眼前之人 是巨猿上人 他居然为了方辰出手 我的天 这方辰 不是从下狱来的吗 怎么认识这些大能 是啊 而且这些大能 为何又等到现在才出手 其他城池 也近数有着远近闻名的 林海晶大能出手 为方辰铲除掉那些 不断羞辱他的家伙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那便是留下头颅 仅仅数息 整个天南狱 对于方辰的羞辱停止下来 那些平日里 很少露面的 林海晶大能纷纷出现 只为给方辰铲铭不平 甚至连那些老不死的 也纷纷出手 而且 手段也是极为狠辣 如已经活了八千余年 随时都会毙命的 林海晶巅峰大能 太叔 或是那传言早已语命的 七孩子之一 西门宗 他们寿命将至 自然也不惧所谓的圣人教 各种林海晶大能接连出现 而且还是为方辰而出现 让那些对方辰嘲讽的人 恶然的同时也是 惊恐起来 深怕自己会成为 这些大能的下个目标 至于圣人教的计划 自然而然因为这件事情 而彻底的失败 甚至因此 而损失了七八百人 甚至有的 直接和方辰攀上关系 像是认识许久般 只是让某些人疑惑的是 之前嘲讽诋毁方辰时 这些大能为何不出手 偏偏要在此刻出手 而对于外面所发生的一切 方辰并不知晓 自己突然有了很多林海晶前辈 一处洞天福地中 有一小亭 亭旁有一条小湖 湖中有着清纯的湖水 但是 你若是定眼戏桥的话 就能发现 这仅非是水而是灵液 清纯而又浓郁 仅仅只是一闻 便让人心旷神疑 方辰被传送到亭内 确定四周并没有危险 这才松口气 很快他就注意到亭旁小湖 顿时眼前一亮 好浓郁灵液 这好像是穷鹿夜 方辰大喜 此夜哪怕是在顶狱 也几乎不可见 没想到 居然能够在这里看到 穷鹿夜 名为全能之夜 可精进修为 修石海 修肉身 修功法 和翘等等都可以 而且 效果都是极佳 不属于其他的宝物 如此大大的一池 我几乎可以让实力更近一层 道翘也可再度融合 随后 他大手一挥 金蛋从驱动天中出来 方辰道 金蛋 穷鹿夜 对你也有着极大好处 我们一起修炼 金蛋望着穷鹿夜 也是双眼金光闪烁 连连点头 于是 一人一兽 直接赤裸全身 跳入灵池当中 仅仅只是接触灵夜 方辰便能够感受到 不断有纯粹的能量 灌入体内 被神魔剑体吸收 这东西 居然还能够提升神魔剑体 方辰面露惊骇 穷鹿夜 果然名不虚传 要是带出去的话 只怕也是价值连城 当然 要是拿去卖掉 那才是浪费 先戎翘 再突破 最好是配合 平天神魔星爵一起修炼 在这里修炼功法 也会比外面要快上许多 于是 他开始了沉寂的修炼 而这一修炼 便是足足一月 这一月的时间 灵池当中的灵夜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再不断消失 金蛋差不多在吸收半个月后 便自行离开灵池 在池旁打了个哈欠 便又沉睡过去 穷鹿夜虽好 但它并不能一直吸收 饱满之后 也只能继续沉睡 炼化这股能量 而方辰依旧盘坐在其中 直到灵池渐渐底 也是一月时间到的时候 银 猛然见 方辰气势猛然暴涨 威压笼罩这片洞天 神魔之威疯狂涌动 刹那间将此地化为神魔领域 而他的修为也在这一刻突破 踏入宗师后七 也就是七重镜 不仅如此 到镜突破之后 他的肉身猛然变红 清金爆起 灵烟缭绕 下一刻的一声 恐怖的力道 从其身上爆发而出 体镜修为 踏入天体镜六重 双镜的连续突破 也让方辰的气势更上一层 当然 这仅仅只是外在的 双镜work êt关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